新聞一開始來關心 中華官議會當地在調開第19次第3次定議會 這次的會期主要是來針對中華官政府 100空高年度中以前的對家減進行深測 過去官政府對家減以前都會以收支平行為主 不可這回官政府雖然增加3億元的稅立 但是稅出的部分 所以有6億元低差的3億2千多萬 之後又再就一年來報 中華官議會當地調開第19次第3次定議會 這次的定議會主要是針對官政府 100空高年度的總議算對家減進行深測 官府主給處長也來上市做報告 本次追加減預算案稅入追加減3.12億元 稅出追加減6.41億元 稅入稅出差短3.29億元以舉借債務擬平 雖然官府提出追加減預算當中是計3億元的稅入 不過算也增加6億元的稅出 有2萬1億 過期的追加減預算大部分都會抓賠 想不到管府省連要再做錢 是不是因為縣長是不是主計處這邊沒辦法編列到收支平衡 然後面還有在002-97頁 還有地方教育發展基金的教育人員的一些預備金 砍了4千萬追減了4千萬 這怎麼一回事啊 整個的一個債務的部分 我們跟歷年跟105-106來講 以105是134 那106是138 所以縣長在這個部分都責成各單位 以及我們主計處在財政健全當中都非常的努力 管府主的處長基礎 對加減預算以後 稅集稅出不足都有37億元 加上原本的稅務92億元 管府目前有128億元的稅務 至1805年的134億 1806年的138億 今年的政府壓度壓比翁年糟 大中華新聞 中世良 中華 蔡芳報道